花蓮的光复香可以说是培育台湾棒球国手的大本营 光复OB会持续推动光复国小棒球OB赛 在今天举行的OB棒球赛 除了在地国中小学棒球队取经缺搓 包括了职棒球型高国辉等人也都组队参赛了 先云蔡一镜更是全力力挺支持 借此希望可以传承国球运动价值 光复棒球OB赛比赛开打第一场 又光复少棒队与光复巨队的对抗赛 让小小棒球选手切磋球技汲取比赛经验 今天登场的OB棒球赛 除了是在地国中小学棒球队选手取经切磋球技 再者光复出身的退役与现役职棒球星 棒球国手也都各自主力来参加 重温棒球热也借此情谊交流 传承打球技巧 球场经验 以及棒球运动精神 今年比较特别是真的是回来学校里面打球 然后那感觉更不一样 跟以往说都在国中的场地 今天我们回来而且天气也很好 我觉得很棒 成立不到三年的光复OB会 从草创第一年的学步走到现在第三届 逐渐呈现规模 先缘蔡一静也从旁协助支持推动 OB会也特别颁证经验品来感谢 不管是现任的明星球员或者是已经退役了 大家回来然后也付出了自己的这个心力 那传授这个技术给我们的小球员之外呢 也会我们也是有募款 然后呢把自己可以回馈学校的地方呢 也就回馈给学校 所以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也会一直的在传下去 第三届光复棒球OB赛 除了是学校棒球队 许多位出身在地的职棒球星及退役国手等 也都在球场上一展球技 不仅是返乡返校 重温小时候打棒球的情形 也借此传承棒球运动的精神价值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